回頭看這兩年的時候 OMG 兩年前到底是誰 無關整形、無關飲食習慣跟無關減肥 就是純粹我改掉了一個壞習慣 廢話不多說 先給你們看一下那個對比 就是我兩年前左右拍的影片 當時和現在的差非常多 尤其是我的眉毛 但是很明顯的就可以發現 兩年前呢 我的鼻子是比較圓潤的 然後我的咀嚼肌看似不發達 但是其實會使我整張臉的比例 看起來非常的圓、非常的肉 所有的肉都堆積在我的蘋果肌上面 相較於現在呢 我的下顎股雖然比較發達一點 但是整張臉的線條 讓我的五關會比較適合 就是融合在一起的話 看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我的身高呢一直是175公分 然後體重一直維持在57到60公斤之間 但是兩年前很多人都以為 我是一個小胖子 就是很多人看我的影片 就說啊 就是我是一個肉肉的男生啊 什麼看起來很可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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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 175公分57公斤 很瘦好嗎 一直到現在我體重都沒有變 但是我更喜歡現在的狀態 尤其是我當初在剪這一部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超級驚訝 因為它跟我以前比起來的鼻子 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這個鼻子的立體度 真的不是我以前擁有的立體度 就是尤其是側面非常的明顯 你們不覺得很刪心嗎? 我只是把我的壞習慣改掉而已 但是當然就是原本如果就是用鼻子呼吸 然後你舌頭白放位置都很正確的人 那你看就是真的都 嗯 就是比較偏向正確的 五官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回頭看這兩年的時候 我發現 OMG 就是兩年前到底是誰 雖然說現在也沒有好到很好 但是就 就是我還蠻開心就是臉變立體了 所以我就是今天要分享給大家一些方式 其實我們在醒來的時候是比較容易去改的 因為你只要提醒自己說 欸 換成鼻子呼吸 換成鼻子呼吸 你就是可以去 就是跟著自己的意識去行動去改變 可是你在睡覺的時候真的是比較困難 因為你可能 嘴巴張開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呢 我在睡覺的時候我通常都會這樣睡 在睡覺的時候呢 會稍微讓自己的沙巴往下 這個動作呢 會使我們嘴巴比較不容易打開 就是輕輕的往下就好 不用非常用力的整個貼住胸口 就是輕輕的往下壓 如果你往後仰 絕對你的嘴巴會非常容易就打開了 就是會打呼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再來是你舌頭的擺放位置 當我們輕輕合上嘴巴的時候 舌頭要盡量的往上貼在口腔的上部 並輕輕的碰上牙齒的上牌後方 然後最重要一點就是記得 一定要時時刻刻記得自己嘴巴不要張開 有一點呢 你在中途 你在做大概一兩個禮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牙齒 因為我原本呢 下牌牙齒是比較裡面的 會這樣 就是 就是上牌牙齒 然後就是下牌牙齒 是這樣子 然後到中間呢 它會慢慢往前推 但是那時候 我覺得不是說很舒服 就是我的牙齒不知道為什麼會 你會不知道怎麼閉合 那一整天你就會一直執著在這一塊 那那時候呢 我就會想一個辦法 把你的嘴巴張到最大 閉起來 就是你閉起來的時候 完全要放鬆 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力氣 就是 那個位置呢 就是你會比較舒適的位置 然後而且那個位置 比較不會動到 你正在做的這件事情的改善 然後鼻炎呢 真的是比較 頭痛一點 就是如果你有鼻炎的人 我有上網查了一些方式 那不免試試看 就是第一個呢 是你如果原本是用溫水洗臉的人 那你可以換成冷水試試看 就有一些人說 換成冷水之後比較不會比賽 然後第二個是 慢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些人說 慢跑 治好了他的鼻炎 那第三個呢 尋找醫師做治療 那就是看有沒有 不要用藥物克制的方式 戰勝鼻炎 然後這個方法叫做 Mewing N E W I N G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Google一下這個詞彙 那個 dimension PERS PERS 趁司 night ушка 启 巨面 感谢观看